嗯 可以買菜了 歡迎收看 抖子大吃 抖子大吃 耶耶耶 我是好飯 抖子阿婆 冬天又到了 下禮拜就立東了 立東 立東到底要幹嘛 立東呢 就是要進補 耶耶耶耶 有沒有看到紅蓬蓬的影片 因為我一個禮拜會逛三次的全聯 你 你好像 你應該是 多愛逛全聯啊 對啊 你是家庭主婦吧 對啊 今天呢 我們在全聯 精選了幾樣 他最近新上架的商品就是 補東的商品 來看看哪個好吃 分享給大家 我好期待 上桌了 花旗生燉雞粥 我覺得他的份量非常好 他就是這樣倒出來之後 大概就是 有三四塊的這種 大的 也就是兩人份 我覺得湯很甜 我覺得很溫和 我覺得很甜 很甜 然後 害怕人參味的人也不用怕 因為他這個人參味不會很嗆 嗯 他沒有那種欣欣 欣欣生生的味道 不是很多那種很潮 很潮本味 嗯 對對對 然後他這裡面除了人參以外 剛剛他還有學到還有醬餅 還有單粿那一款 然後還有黃嫂 欸這好喝欸 我也覺得這不錯 今天我覺得 還是我們餓了 哈哈 那我來吃一口雞肉 嗯 如何如何 嗯 略帶嚼勁的雞肉 沒錯 但是我覺得這個感覺是偏 肉雞的肉汁 可是他這個肉雞也算不錯 因為他味道都有進去到那個雞裡面 對 我覺得這也蠻適合老人吃的 就是他不會就是讓你覺得很難咬 然後老人咬咬就吞不下 還是什麼 對 也不會一夜盪什麼的 嗯 他這個就是鬆鬆的肉 好好吃喔 怎麼這麼好吃 欸真的耶 179 我覺得就吃到這個品質的感覺 對啊 我真的會 我現在喝一口 可以買可以買 怎麼會一直吃 我現在是我媽來我買給他喝 你為什麼不帶他去身體吃 不是啊 他喜歡在家裡吃飯啊 他喜歡吃吃吃吃的感覺 還管別人嗎 不要dass我好不好 好接下來這一鍋是 是人參糯米雞燉雞中 他比較稠一點 喔 那參味不一樣 對 可是我覺得剛剛那個參味比較香 這個參的土味是比較 草本的那種土味比較重 比較像是我們平常 家裡面在煮人參雞用的神 你看 他裡面很多這種參鬚耶 超長超多 我覺得他這個參比較像那個什麼 韓國的 人參雞 剛剛那個 酸的感覺 高麗酸 他這個很重耶 這個人參參吃又真的是很重 我來吃看他 可是其實 喜歡吃人參的人應該會比較喜歡這一味喔 一二三 三 大概三四 四塊的雞塊 然後他這邊的雞肉是土雞肉 沒錯 來吃吃看他的土雞跟剛剛的雞 是不是真的有不一樣 不要騙我們 我們是吃得出來的嗎 有嗎 有 可是 我覺得 這個料理起來他可能有點 豬可能比較久 所以這個肉是比較柴一點的 可是這個 那個嚼勁 跟紮實程度 真的是 煮雞肉程度 欸你這個應該是雞翅耶 對啊 你雞翅還會柴喔 很柴 因為我剛剛在撈的時候我發現 這包裡頭幾乎是有那個雞胸肉的那個 比較多 還是他每一包的肉都不一樣 扭蛋的概念嗎 對對對 就是你今天雖然一樣吃同種口味 但是你可能 人品好的時候 這麼容易 又再次的被驗證 下一道是 麻油香菇米糕 你剛剛不是有說 電鍋一打開的那個瞬間 剛剛那個瞬間 因為熱燙燙的時候 那不是會有煙這樣跑出來嗎 對 所以跑出來的時候我就很 很期待這樣 就 面無表情 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 然後他這裡面呢 除了糯米以外 他還有看到香菇 還有蝦米 他這是飯 然後 沒有沒有別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 至少你香菇 可不可以放的那種一朵 一朵兩朵 你會覺得喔 好啦好啦 他只是這塊 比較有誠意也好看 對啊 我覺得吃下去是有麻油感 有麻油感 可是沒有麻油香 嗯 對 他有一點點 一點點香的味道 然後他這個米 感覺沒有什麼黏性 他也沒有QQ黏黏黏的那種 糯米感 我們現在再給剛剛那個麻油雞的香菇米糕一個機會 因為想說吃吃看 冷掉會不會有不一樣的味道對不對 冷掉的米糕Q好多喔 真的假的 我吃一口 剛剛那個真的太鬆了 他醬真的比較好吃啊 真的 那我們來問 什麼 什麼 好 那下一道是帝王和首屋燉雞中 耶嘿 剛剛熱起來的時候超級香 很香 很像來到了士林夜市 沒錯 就是那一條你知道 四圈大的長間 沒錯 就是冬天一定要排隊的那個 我有點期待 它真的很香耶 很香 有一點甜啊 微甜微甜 可是 好像味道偏淡喔 對啊 很香 嗯 哈哈哈哈 嗯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哈哈哈哈 什麼意思 它的湯裡頭沒有那些重要的藥材味 但是它有那個香氣 對 我先吃雞肉嗎 我覺得應該就是部位的問題吧 我現在吃的這隻雞腿肉 它嫩多了 剛剛那個好乾喔 對 因為剛剛那個就是雞胸的部分 嗯 所以如果你今天去全聯 打開雞腿肉 表示你今天運勢 你先運勢很不錯啊 可以去買一下肉口 對 搞不好就中大獎喔 哇這個東西 你好像是吸毒喔 這就很有冬天的感覺啊 對 這才是冬天 熱氣在那邊飛耶 這是我今天最期待的一碗 我最喜歡的補冬的東西就是麻油 所以我才會覺得麻油香不香很重要 光聞香氣來講 我覺得這一個的麻油香氣 比剛剛的米糕香很重 嗯 他們是不同的廠商 但是雖然都是美味糖的 我覺得美味糖這個Tim嘛 會不會其實它裡頭是南無人啊 哈哈哈哈哈哈 怎麼 這麼甜 這麼甜 因為你知道有時候聞起來 鹹香鹹香的時候 然後你肚子又餓的時候 因為天氣冷冷 你就會 哇好想好想吃 因為喝下去 嗯 跟你期待不一樣 對 就落差 欸可是 好我現在說啊 這個麵線很好吃 剛才它這一碗的那個 使用方法就是說 你要先把麵線在另外一鍋 加熱水煮完之後 要再把這個麵線加進去這一鍋 麻油雞裡面 再稍微滾一下 我覺得這樣做好應該是對的 因為它麵線沒有煮爛 然後有一點Q 然後現在我們的程度剛好是 米芯稍微有一點點軟的程度 又不至於太爛 因為它這鍋湯本身 湯水不太多 然後它料都已經超過那湯水了 對啊 對啊 然後它的湯汁又比較偏濃郁一點 所以 一定要分開來煮 不要偷懶 因為我們原本想要偷懶 對吧 想要偷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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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要硬要說話 我覺得它麻油比剛剛那個麻油米高重一點 對 欸 這雞肉也不錯欸 欸我們這次 你要買到 真的欸 一定啦 耶 等一下去買樂透 耶 好棒喔 神經病 神經病 怎麼會這麼開心啊 真的 那我們去宜蘭州的品牌茶 是宜蘭 為什麼 宜蘭菁家是不是有聽到我們要去 討厭我們 因為畢竟我們說話很實在 好吃就是好吃 嗯 不好吃我們是寫在臉上 呵呵 太機車了 欸這個肉質 應該是我今天吃完這 這四鍋湯片最好吃的肉對不對 肉質有用 肉質有驚喜 可以耶 嗯 肉可以耶 嗯 雲林縣園長家禽生產合作社 合作社 你很棒 你的肌肉很棒喔 可是湯頭 我覺得還有可以加上一點 對 就是你買回來啊 你可以再加一點水 然後 嗯 重點是自己加米酒 對 你就會覺得 因為有米酒 就是新鮮的米酒 欸你講那個重點 剛剛其實這幾個湯品啊 它其實翻過來後面 它都有寫到加米酒 像剛剛那個花旗生 跟後來第二個 它都有米酒 這個也有寫米酒 但是 就是沒有米酒味 對啊 就是沒有米酒味 所以可能揮發掉了 或者是米酒本身就不夠 廠商如果你 這個 酒啊 變成是一個酒包 放在外面的話有多好 嗯 其實是辦得到的 對啊 真鮮它的風味 所以 給你們小建議 我覺得它這個 因為有加麵 你就會把它的湯 湯原本很甜的那個 中和掉 然後你就不會覺得 它就是直接很甜 對 加了麵之後啊 這個這碗179 我覺得 可以當成正餐來吃 嗯 對這個分量其實很夠 而且還有澱粉類 真的會飽 真的會飽 嗯 只是說它用說它是麻油雞 也是有一點點 就是 真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就 嗯 就是 嗯 哈哈哈哈 不要這個樣子 請說 首先第一名會給誰呢 我想我們兩個應該 心有靈心 對 哈哈哈哈 第一名就是這一個 登登 麻油雞麵線 對 你今天在全聯看到的話 你想要補冬的話 可以去拿這個 我覺得這很好吃 然後它179塊 它又有麵線 所以吃起來是會薄的 對 而且我覺得一開始喝到湯 雖然我的 就是表情有點不補 但是我覺得它麵線加上去 就是畫容眼睛超反轉 第二名是 第二名的話我會給花旗森 對 喔 你一開始吃到就是喜歡了耶 對對對 我喜歡它那個森的香味 雖然說它入口沒有什麼森的味道 是比較偏清淡 可是那個香氣 我覺得聞起來的時候 有一種清香感 感覺一聞 怎麼就充滿了能量 啊 這 好神奇的食物喔 好 那你呢 我的話應該就是 對人生好迷疾 因為 畢竟 如果以沒有配菜來說的話 我覺得它的味道 比較重一點點 對不對 所以 這樣很難選吧 反正店名就是 唸它好了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的 這個全聯 普通商品的推薦 趕快去買 好 掰掰 一定要白板嗎 不用了